那同时呢 我们这个身体也是个接收器 整个宇宙 这一些波的时候 我们统统能收到 像诸佛菩萨一样 统统都能收到 能法能收 现在我们的发现我们不知道 接收我们也不知道 这是什么原因 这是我们自己本身障碍 不是你这个机器也没收到 你机器有故障 收到的时候 它没有反应 没有感触 就变成这样 这叫愚痴 不是说不到 这个障碍 佛在华严经上说了一句话 一切众生 藉由如来智慧得相 这就是你本来是福 现在为什么变知悦 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 那换句话 你今天有妄想 有分别 有执着 你不能证得 妄想是无明烦恼 分别是沉沙烦恼 执着就是见思烦恼 我们现在讲的见思烦恼 这26个烦恼是见思烦恼 你有这三大类的烦恼 你就变成反复了 虽然完全接受到 也没感触 你自己也是圆满的发泄出去 你自己也没感觉 我们读了还原惯 这韩茂之书 才了解四世真相 原来我们起心动念 自己根本不知道的 变法界虚空界 人家全都知道了 只有凡复 虽然知道了 他也迷迷糊糊 稍稍有定功的人 定功欲深 知道的越清楚